Hello 大家今天我们要讲天气预报中的第二版 之前我们有拍过一部影片教大家如何在你的闹钟后面 加上一段今天的天气预报 主要的方法就是透过iPhone上面捷径这款App 执行自动化的程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上一部影片 可是因为那部影片是之前的iOS版本 现在已经iOS16了 所以有些东西它有一些更新 就是如果你用上一部的版本的话 可能现在就是会遇到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更新这些错误 然后写一个新的脚本 所以你原本的脚本还是可以用的 你只要进去稍微做一些修改就OK了 好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来讲一下今天的步骤 今天我会教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我会用Siri的声音 让它去阳读今天的天气预报 那第二个会显示一个通知 那其实内容是非常灵活的 你可以自己去删减说哪些部分你不想要 或是你想要新增哪些东西进来都是OK的 好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打开我们手机上面的捷径 iPhone上面捷径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可以到最后一页的这个App资料库来找 或者是你可以到App Store下载 反正它一定是会出现在你手机里面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首先打开捷径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下面中间的这个自动化哦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自作个人自动化的操作 然后呢我们选择闹钟 闹钟的部分我们选停止时 然后还有下面的所有这个选项哦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下一步 接着我们就来加入动作咯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在搜寻栏这边打天气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选项呢 是取得目前天气状况 点一下它 我们就加入第一个动作了 那下面呢大家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动作建议 里面有一个取得详细资讯哦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选项的话 就代表说你的iOS可能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 但是也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进到搜寻栏这边去打天气 你就会找到这个详细资讯的这个选项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这个选项 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了 那我们总共呢要取得四个详细资讯 所以我们就按四次 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天气状况这一栏呢 我们都点进去 然后按选取变数 然后去按第一个天气状况 然后一样重复呢 我们把这些都取得变数 然后按第一个天气状况 这边要小心呢 就是你点选它的时候 上面有个天气状况 有没有 不要直接点选这个天气状况 因为等一下会出事 那接着呢 我们就去选第一个详细资讯 里面去选最低温 然后第二个选择最高温 然后第三个呢 选择目前天气状况 第四个选择降水几率 那整个架构就出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针对这些细项呢 去做一些微调 因为之前有人会跟我讲说 最低温跟最高温 它会念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例如说23.95度 听起来就很怪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帮我们的最低温跟最高温 取个整数哦 所以我们在这个搜寻栏这边呢 我们去找取整数 接着呢 把它加到我们的动作里面 那这个动作我们要加入两次哦 所以在搜寻栏这边 我们再一次找这个取整数 再把它加进来 所以就有两个取整数的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取整数呢 把它拖到最低温跟最高温的下面 我们就把这个方格呢 长按之后 它会浮起来 有没有 我们去把它往上拉 拉到最低温的下面 然后就会自己变成最低温取整数 那它如果没有自己变的话呢 你就先把前面这个蓝色点进去 然后删除变数之后呢 然后再去选择上面的这个 最低温的选项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最新的iOS的话 你应该会跟我一样 它会自己变成最低温取整数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再把最下面的这个取整数呢 把它拖到最高温的下面 它就会变成将最高温取整数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将我们的降水几率把它乘以10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不乘的话它会变成小数点 现在我们取得的这个资讯降水几率是 例如说0.75 我们要将它改成比较口语的念法哦 所以在Souciun的这边呢 我们就来找计算 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计算 把它点进去 不要按计算机哦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下面就会看到这个 降水几率加数字 我们按一下这个加号 接着选取乘法 然后后面的数字呢 我们填入100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呢下一个动作 我们要来加入文字 就是我们要把刚才所有取得资讯呢 把它文字化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念出来 所以我们在Souciun来这边呢 打文字 然后呢加入文字 那在文字这一栏呢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 去填入自己想要听到的东西哦 那我自己想要听到的 第一个东西是今天的日期 所以在蓝色这一栏呢 我们往左滑去找到目前的日期 那这边呢 它会跳出一个选单 让你去挑你日期的格式 那我日期呢 不是想要听到全部的 所以我们点一下日期格式 里面有一个自定 然后下面这一栏呢 我们来调整一下哦 我们去把它前面全部删掉 然后后面呢也删掉 最后呢只剩下MM月跟DD日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我们按下右上角的XX 接着我们后面呢 来打一些文字哦 例如说早安 然后呢我们换行 然后今天天气 然后后面我们按选取变数 选取变数呢 我们去找到最低温下面的取整数 就是这一个 就是最低温下面的这个取整数呢 点下去 它就变成这样子 今天天气取整数 然后接着我们打中文的度到 然后后面呢 我们再按一次这个选取变数 接着呢 我们去找最高温下面的这个取整数 就是这个 最高温取整数的这个 点下去 然后呢我们再打中文的度 然后再换行 接着呢 我们要加入今天的天气状况 然后我们一样呢 选择这个蓝色的选取变数 然后我们选择下面的这个天气状况 然后接着我们再次换行 然后我们加入今天的降雨几率 然后我们再按一次选取变数 然后我们按这个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然后后面呢 我们加入一个百分比的符号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先按一下右下角播放键 来看看这样子出来会怎样 然后文字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要来加入朗读的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在搜寻栏这边打朗读 然后这边有一个朗读文字点下去 那朗读文字右边有个键筒把它打开 大家会看到里面呢 可以去调整它的速率跟音高 那我自己推荐大家速率可以慢一点 因为你闹钟关掉的时候 其实头脑是蛮不清楚的 我相信 然后下面有一个语言跟声音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那声音的部分大家要特别小心哦 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美加跟Siri声音2 这边一定要选美加 因为经过我的测试 如果你是选Siri声音2的话呢 会有问题 就是它会念不出来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但是经过测试之后是只能选择美加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语言啊 中文中国大陆里面就有不同的 例如说男生的声音 或女生的声音可以选择 总之呢 就是不要选择台湾声音的Siri声音2就对了 好 然后接着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 那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接着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执行前 先询问对不对 我们把它关起来 按不询问 那我们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就OK了 就是在你每天早上闹钟关掉之后 它就会自己朗读这段文字 然后大家呢 可以到闹钟里面设一个一分钟后的闹钟 来看看这样子有没有成功 那下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通知的版本 就是不要让它捏出来 只有出现上面的这个方格子 一样呢 回到刚才的脚本呢 我们只要把朗读文字删掉 然后我们在搜寻栏这边呢 去找到通知 然后上面呢 有个显示通知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hello全世界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选择下面的这个文字哦 然后你会发现它只能显示两行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文字呢 把它缩减到两行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播放一次 这样子应该就OK了 所以这中间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例如说你想要显示哪些资讯 你都可以自己做调整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写的脚本啊 或捷径的话 也欢迎在这里去许愿 那也记得要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